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繼續麻煩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婦女在懷孕期間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來幫助她們 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 初手好媽媽在胃部母語時 遇到某些困難時 可以如何用療剤呢 能順利地做母乳 elier子育cker 喏住宸育缄 脂肪、维他命和很多抗体 帮助婴儿对付感染 吃人奶的小朋友通常可以预防瘫肥 我们也建议 通常在婴儿出生 最好是餵4-6个月 即是未有牙的时候 应该用牛奶 不需要吃其他固体的食物 还有餵奶的宝宝要减低敏感的出现 在餵奶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例如有时候奶水不够 但有时候太多太少也会出现 或者奶的质量可能一般 婴儿肯定不喜欢喝 或者像是满足不了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奶太稀 或者有些咸 鹽份多 或者味道不好 令到婴儿肯定不喜欢喝 当然有时候 妈妈的心境也会影响奶的质量 或者妈妈的饮食 吃了太多咸的东西 或者吃了很多新辣的东西 也会令奶的质量 令婴儿肯定不喜欢喝 当然如果妈妈本身的营养不良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遇到不同的情况 也有很好的几种和它疗法的疗剂 是帮助的 第一个和我介绍就是 碳酸钙 叫Caribonica 碳酸钙的情况 通常奶水很多 但很稀 质量不够 婴儿好像不太喜欢 通常病者 被人怕冻 有点焦虑 好像要喂婴儿的责任 令他很紧张 而妈妈本身 很多时候会出汗 尤其是晚上在头湖很大汗 这是盖型的人 通常妈妈在那时候吃尿剂 但当然很多婴儿都是钙型的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妈妈本身可以用碳酸钙 就是Caribonica这个疗剂 第二个疗剂 叫Silicia Terra 是直 直 通常Silicia的情况 婴儿很瘦 但头大大也有很多汗 很多时候喝奶没多久 很容易嘔吐 遇到这些情况 婴儿瘦瘦瘦 只是吐奶 这些情况之后 可以给婴儿也吃 婴儿吃一剂 Silicia 和妈妈可以用 因为很多时候 尿剂进了妈妈身体 在奶里 都可以给婴儿用得到 另外一剂 彭砂 Borex veneta 彭砂 通常的阵营 就是 婴儿瘦瘦 就是 婴儿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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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尿剂可以给婴儿 当然是给妈妈 接下来 就是 丁茄 Beladonna 通常 妈妈奶来得很多 但留得很暢尽 但是乳房 很胀 又红 又热 又肿 又胀 根本就是 不可以怎么触碰它 人家感觉很生气 还有潮热 这种 预防红脏也很厉害 这个就是 惊茄这个症状 这个就当然给妈妈用了 另外一剂就是 欧烏头 Econy 突然之间 那些奶来得 很多 基本上是很健康的人 还有可能婴儿 小孩喝了奶之后 就出现 有些发烧 就是妈妈的方面 因为他 喂奶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些烧出来 来得很快 这个就是 欧烏头 Econynapeas 另外一剂就是 Brionia Album 白蛇根 这个疗剂通常 乳房是 红 痛 硬了 但最主要 他就是 不可以 移动 有时候 走路 震一震一震 他乳房很痛 不可以移动 这个就是 Grionia Album 另外一剂就是 白头翁 Parsatela Nigricum Parsatela通常 一个妈妈 语量是很大的 但她的妈妈很情绪化 她本身也是很情绪化 在胃语期间 好像很哭泣 她在哭泣 情绪有点高高低低 她本身是比较优和 优和的一个女性的療势 或者 当你停止暴雨的时候 那些雨水不断涌出来 但最重要 所以那些妈妈的情绪 在哭泣 在哭泣 怕怕 好像有点不安 不开心 在哭泣 这个就是白头翁 一个女性常用的尿剂 接下来 另外一种是羊霜 Phytolica dechandra 那个奶量是很足的 但是那个乳房觉得很痛 很硬 还有很多硬块 有一块块有很大的 你摸下去 可能一两寸 总之是乳房突然出现很多硬块 当然乳头也很敏感 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案子 那个妈妈就是喂小鸣 但是同时 乳房出现一块 差不多两三寸大的硬块 我用这个阳霜霜给她 慢慢的硬块就全部消失了 阳霜霜 很多时候都是用在乳房的硬块 或者癌症 乳癌都是用的 这是一个经常用得着的尿剂 接下来就是Root Toxicodendrum 是野角 野角通常都是乳房很硬 有时候 乳头也很损痛 还有有些兴养的 anger的症状 尤其是在乳头附段 有些水泡的症 爆出 这个又癌症 这是野角 Rootstoxicodendrum 最后这个疗剂叫Ertica Urine 是沉玛 通常乳房很脏也很痛 但通常奶是突然间减少了很多 沉玛很多时候用在乳水不足 不够奶 有时候用这个疗剂 沉玛本身有点刺痛 不安时刺痛 有时候我们帮助女士断奶 有时候她戒了奶 但仍然有很多奶涌出 很不舒服 通常可以考虑用沉玛Ertica Urine 帮助女士断奶 现在市面上一向我们都坚持 用胃部母乳 刚才也说过 母乳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令孩子更健康 但也遇过很多产生产后 很多时候都不理想的 喂到母乳 但刚才经过医生介绍过 这些疗剂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疗剂来帮助她们 顺畅一点 令孩子可以胃到母乳 所以我们要经常有疗剂在家里 可以对症的问题 而立刻可以采用到 不需要放弃了 可以培养健康嬰儿的方法 所以家中应该尝备一些疗剂 可以随时用得到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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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